朝駕保育之工沿著岸邊巡邏 隨時緊盯著海面上每個狀況 因為從4月1號起新的規定正式生效 除了將保育區劃分成核心區和永續利用區之外 也將針對核心區的陸域和水域都實施總量管制 未來民眾要從事活動之前都必須要事先申請 有這樣的想法已經從4年前開始 開始在演繹 後來也經過跟居民的溝通 好不容易在今年的4月1號 也就是今天正式開始實施 雖然初期的時候大家登記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不方便 但是為了遊客還有前客的安全 也為了休憩環境的品質提升 更重要的為了海洋的永續 希望各位遊客或前客可以一起共體時間 然後來遵守我們最新的規定 新的辦法規定陸域潮間帶每天以200人為限 先提出申請 並由政府認證的解說人員帶領進入 採取團進團出 那潮間帶的部分因為它是團進團出 未來進入一定要有刀欄員帶入 我們認證合格的刀欄員帶入 所以呢我們一團至少要10位 10位成團 然後我們系統會安排這個我們已經訓好的這個 來進行這個潮間帶的解說跟刀欄 來小姐妳好我要來報到潛水 好所以麻煩你幫我出示你的潛水 預約成功的畫面或是你的證件 預約成功的畫面 至於到水域浮潛或者深潛 潛水者除了需要徵兆之外 也都要先提出申請 那未來都會透過我們的網路的官網裡面的 一個預約系統的操作來進入預約跟申請 那首次要先註冊 接下來註冊完之後呢 未來就不用註冊 未來就是只要挑選你想要來的潛水日期 或是潮間大鳥日期 就可以在線上做預約 未來都是從這個系統做預約 那初期呢大家可能還不清楚 還不熟悉 那我們現場有進行這個現場報導的措施 但是前提就是在200個人還沒有額滿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開放現場來做報導 那如果說未來每天都超過200個人 已經滿了200個人 我們現場就不做預約 去年最大量的時候 我們在紀錄的那種人流的最大量 也曾經到快接近2000 那整個海域有2000人在裡面 對海洋生活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干擾 所以未來如果能夠做人流管制 如果未來我們做人流管制的話 我相信一定可以改善這個現場 不過對於漁民在保育區內 採捕石花菜等經濟型的海菜類 新的辦法給予放寬限制 過去呢是在11月到隔年的6月 是可以開放採集的 那現在是全年開放 那不同的是 相同的是它一樣還是要進行預約跟申請 就是它一定要做申請 它才能有這個財捕證 那因為海菜現在的季節 它有時候會比較晚結束 所以長期來漁民反映說 其實海菜它有生長的季節 那經過氣候的變化 它其實有往前跟往後 所以我們現在調整就是全年都是可以 依照他們需要財捕 只是一樣是要事先做申請 金融朝經保育區2.0正式上路 期待能在海洋保護 和永續發展之間取得雙贏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